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会今天是叫立法会还是什么行政院 他今天应该是对反渗透法进行第三读 那三读通过之后 该条法律就应该是成为法律了 可能总统签字吧就成为法律了 这是他司法制度当中的规定 所以今天就成为了相当冲突相当关键的一天 而反渗透法直接针对的是 今天香港在台湾地区的所有亲共的组织 个人机构团体 有些人认为他是限制了言论自由 但是这都是相生相克的 中共体制利用正常人类社会的 人们的公平自由言论自由和对人的尊重 展示他非人性的邪恶的特点 用这种用钱财和阴邪的手法买掉那些利益之人 而利益之人却是就是无孔不入 而且会以非非人之道德的这种表达 借助人的道德规范去打击 去欺骗去完全践踏人的道德应该有的素养 所以这是我以为这就是今天中共的手段 在很多人认为觉得很有力量 其实力量谈不上 他主要是就是利用了一个高级动物的生命 利用了人所固有的这种相互尊重的生命的道德约束 来达到他无恶不作的目的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所以他今天在在这个 现在正在这种相互将往相互冲突的过程中 在立法会的门口呢 在立法院出现了一些冲突 那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白狼就是亲共的黑社会了 像台湾的黑社会了 他完全是亲共的 如果该反渗透法通过之后 白狼可能就是第一个被打击者 第一个被打击者最早被制裁的 甚至被因为此法律可能被抓的人 他自己也毫不掩饰 因为声明已经做成熟犯了 所以他今天早晨曾经去带着他的党团人去冲击立法会 给我稍微感觉有点想去效仿6月12号在香港 香港的这个送中条例在在想去做的时候遭到了几千名 勇武派的学生的抗议 从而把他没有读成 那这个呢就有点类似的做法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一个随时更新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是刚刚更新的 刚刚更新的内容呢 韩振宁炮轰说限制言论自由 韩国瑜 这是这是现实的照片 在立法院的周围呢 警察布置路障 封锁了路进行交通管制 所以立法院今天将最终审审反渗透法 多个政党团体表达反对意见 网上号召群众今天去包围立法院 台北市警局已经做好反冲突的准备 民进党力推三读 这个未来 如果通过未来只要接受境外敌对势力 如中共代理人指示 捐献政治现金干预香港 干预台湾选举公投 处于五年以下徒刑 那草案呢 草案遭到国民党批评 说要选前操作 选前操作 他这个做法 如果今天通过了 而距离相距离台湾大选还有十天 他就是一条法律 而这条法律将直接打击 在现在围绕着台湾大选时 所出现任何可能的拿了共产党钱 去胡来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所以国民党批评说这是选前操守 有人认为呢 说法案通过之后 可能会回到白色恐怖 因为它是一种 这是一种 人中的法律都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对吧 菜刀做菜还是杀人 这就是一种相生相克的 在德州应该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德州 昨天发生的事情 一个枪手冲进了这个教堂 去开枪杀人 结果当他冲进教堂 开了第一枪之后 在他在六秒钟之内 被另外一个 前FBI的一个雇员 70岁老头 开枪打死了 网上有段视频 再就是他的监控器 在这个人拿枪去袭击教堂的时候 同时在教堂里 大概出现六七个人 他都是随身带枪的 拔出枪来直接就跟他对射 去保护其他人 所以完全可以讲 那个人没有得逞 六秒钟他就被打死了 所以那前后六秒钟 人家向他射击的话 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射杀无辜的人 所以这就 那川普已经在推特上赞美了 那些保护普通人 拔出枪来 去阻止这次杀虐的概念 去赞赏这些人 那这就是在香港 这是在美国第一修正案当中 美国人民有权持枪 他所表达的真实的概念 一个暴徒拿枪去杀人 七八个同样拿着枪的人 去保护所有的人 所以人的信任 美国人持枪的法案 是美国国家政府 以及任何权力之构 对每一个美国人的信任 对吧 这一份信任 不能被以保护之名给杀 给摧毁 这是一个很典型很典型的例子 刚刚发生在德州 所以那这里面 在讨论这种相关问题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像在美国社会当中 有些人提出来叫禁枪案 这些人呢 我以为就是 他在摧毁美国人 美国国家 对美国人应该具有的尊重与信任 韩国瑜阵营 叫法案限制言论自由 这个就 他会这么说了 竞选办公室姓王 发言人和这个叫 国政顾问团成员 叶庆元 台大的法律系副教授 在国民党召开 叫反渗透法决战日 检视蔡总统的两岸政策 将通过反渗透法 他感到心痛震惊 好像威权时代又回来了 这就 而反渗透法针对的 就是中共大陆 把所有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组织团体 只要是受到中共指挥监督管理的 通通都叫做渗透来源 包含了台商 台干 台生 以及台湾人在中国大陆设的团体 都是渗透来源 那你要让我说 他就是就是 那还就没错了 对吧 如果习近平可以让政治局的人 把他推为人民领袖 而政治局的人 没有人敢去发言 政治局的人 任何一个人说话的话 就是反对习近平思想 而习近平思想进入了中共国的宪法 就是反对宪法在国家 而习近平思想进入了党章 那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 那现行反革命杀了他 那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 你台湾的生意人 台湾任何组织团体 只要受中共指挥监督管理 都叫渗透来源 这句话就是被你说对了 那是没错了 那是没错了 那渗透来源 只要在台湾从事正常竞选活动 通通是犯罪行为 这是违反 这是反渗透法可怕的地方 反渗透法不是抓大陆人 专抓从中国大陆回台的台湾人 因为他受控于中共政权 你自己讲过了 受控于中共指挥跟监督 所以这就是说这话的人 台湾人本身就是傻瓜 你让我说就是傻瓜 他打的就是这个 今天如果这个东西不对的话 那香港人喊出的天灭中共是什么 所以他变成不打自招嘛 对不对 两岸都不会有正常交流 跟共产党为什么要有正常交流 就像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的 共产党把人叫高级动物 你娶个媳妇叫高级动物 说妈我娶个高级动物回来 他就这么回事了 所以在一个利益的角度来讲 想去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 他讲出的话 就是就在证明反渗透法之正确 叶庆元 所有单位学校都是政府直接设立或控制的 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两岸交流 接受落地招待是否受到反渗透法来源的资助 那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吃了人家嘴短 拿了人家手短 对不对 人怎么叫那交流 那台胞在北京 在上海到处找大陆女孩 那有的是他没见过这个 对不对 他没见过 那个三十年前五子登科 这老台湾人都知道 五子登科的人跑到台湾 跑到大陆去投生意 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个人 是台湾专科学院的 他是学艺术的 然后做生意的 就是五子登科跑到大陆去了 牛奶没多少天就被那个大陆那个女孩 浪荡之笑 我们开玩笑 那女孩一笑笑得极其浪荡 笑他就浑身舒服 这男人废物垃圾 就这么回事 那真是招的最后他自个老婆来到这看看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还就这么回事 你说叫什么叫渗透 到你们家 你媳妇干这事 她干不干 费什么话 所以这就是 香港人 台湾人在维护自己利益时 他已经说出了真实的概念 这是没错了 反制论论法定义模糊 涵盖范围广 处罚过重 违宪恶法 如果通过大大缩短人民的政治权利 言论自由 强行通过 选民应该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他会强行通过 而在谈论的有关问题 都是针对中共的 然后另外一个说 内政部只开了一场 是国民党自己办的 如何如何 如果三读通过的话 国民党会提出叫视线 这是一个 这应该是他 司法程序当中的做法了 强行通过反慎动法 国民党亲民党将在一两天 提出视线 应该是解释宪法 可能是跟宪法是否有程度 而且视线文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而时代力量的委员 黄国昌则痛斥他们说 国民党在场的立委 近日都没提过有关违宪儿子 甚至提出的文字规范内容 都是东拼西操的 如果国民党连自己推动的法案 都搞不清楚的话 空泛的提出批评 你算是怎么回事 那是 那就这么回事了 所以利益的概念 跟这个生命的这种善恶的这种分区跟对垒是两回事的 新党中华统一促进党 叫中间选民党等在立法会门口抗议反对 那白狼说两岸关系呢 优存 通过之后呢 将在台湾掀起兴风邪雨 你看 白狼的说法 跟这个 韩国瑜的说法 用词都是一样 把对岸同胞当成敌人 他是把中共当成敌人 他自己讲说 不用说反战斗 我就是中共同路人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完了 他是中共同路人 他就是一个被打 这是没错的 然后率众签什么生死状 这就是垃圾 这是垃圾流氓了 立法院的院长苏家全 昨天朝野协上一天的攻防 最后只有一条达到共识 朝野同意纳入国民党团队 叫郑东意 将第一条维护国家主权 修改为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其他各条军宝令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我当时看到这介绍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也非常有趣 中华民国是重统的 当这样修改条例 从一个模糊的维护国家主权 他没说这是谁国家 那如果台湾独立的话 他宣布独立叫台湾国的话 那也叫国家主权 对不对 那国民党出来去修正过后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我以为就我个人来讲 我以为是相当正面的 就是说在这样的冲突的过程中 逐渐逐渐修正了 天意当中 我眼睛里看到天意当中的归属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这个没什么 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大的天意 明确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所以它的含义 就是它背后的含义 和带有那种顺其天意 天灭中共的那种含义 我觉得非常深刻 因为维护国家主权 它太模糊 里面是有漏洞 法律是有漏洞 模糊有漏洞 将意味着在未来的时间里 出现更大的争执 不清楚 就是说给别人留下机会 当你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时候 那就另外一回事 没得可选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透过新的立法 反慎的法 却修正了今天的台湾的主权 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讲的是这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很具有意义的修改